好,我們今天看的是驅動 那所以呢,我今天先把這邊 OK,這邊先 分割一下視窗 因為驅動我們剛剛有看到就是 他用了四個視窗,所以我分割一下視窗 好,那分割一下 四個視窗 好,那我分割完 四個視窗之後,OK,這樣子 我裡面有一個立方體,那我就用這個立方體 來做驅動,用立方體不好,我還是改成 跟他一樣用球,那我按 我們Shift A 加入一個UV Sphere 這個是球 好,那我們稍微放大一點看 那這個球你可以把它射成平滑 但你也可以不用射平滑 都可以 好,稍等 我把它射成平滑好了 我按T,把屬性拉出來 好,那這邊呢 OK,進入 OK,進入 喔,這邊我沒看到平滑 平滑在這裡,Smooth OK,這樣子有平滑 好,那按T 那按T 回去,這樣子球平滑了 那接下來呢 當然你也可以射顏色之類的 不過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去射驅動 好,那所以我們在這個Y Y的Scale 就是Y的放大縮小上面 那我去加入一個Single Driver 剛剛他有說,Driver是所有這類的屬性 也就是所有的Scale 那Single Driver就是只有這個屬性 就是我現在選擇的這個Scale 好,我加上去之後你會發現說 我給Y變成粉紅色了 好,那這時候 這個驅動就已經加進去了 加完之後呢 我們選擇這邊的 GraphEdit GraphEdit 在這裡 GraphEdit 好,那這個有點小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點 好,GraphEdit 好,這個GraphEdit裡面呢 它說 我們如果選擇這裡 看一下 選擇哪裡呢 是這裡 OK,這裡有個Driver 好,這裡有個Driver 我放進去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YScale 就是我們設的這個Y 跑出來 好,接下來呢 我按N 哇 這個時候 按N 看不到東西喔 因為 我先確定一下 好,選擇Y 這裡選了沒錯 有了齁 剛剛看不到不知道為什麼 好,有了 按N 之後就跑出這一個 屬性四窗 N就是Property的四窗 好,屬性四窗這邊呢 它說 OK,現在這個變數叫VAR 但是呢 它給它改成Ball 我覺得Ball還不是很精確的反應出 它的意義喔 我現在改成Ball YScale 這樣子就更清楚一點 Ball YScale 就是這個變數的 是用來控制那個Y的大小 Y軸的縮放 那 有了這個之後 它說 你這邊設定 看你要設定是哪一個軸去控制喔 那它剛剛是用 用 用這個S Location 就是S軸 S軸 這個紅色的S軸去控制 那我們也用S軸去控制喔 那 OK 好了之後呢 這裡 不用改變 但是這裡有一個ESBR ESBR這邊呢 就是 要設定這個 跟變數有關的關係式 那 這邊我們把它設定 以剛剛而言 它直接設定成那個 被控制的那個 你就會發現說 OK 這顆球被壓扁了 而且它的 寬度已經變成0了 那 這樣子不是我們所要的 因為 我們不希望它一開始是扁了 那 所以呢 那它把它加1 OK 這樣又回來 但是 這時候呢 雖然 你看起來沒有改變 可是 我們去選這一個 OK 你有看到 Table Y Scale 欸 我覺得 我們放的軸怎麼好像不太一樣 我們放的軸 Y Scale Y Y軸是 欸 Y軸是綠色 沒錯 那 我們 ESBR 變成 Ball Y Scale 加1 那這邊的控制 看一下 S Location 它確實有變 但是變的方向好像跟我們 所想的不太相同 我從這邊操控 我從這邊操控一下看看 從頂視角來看一下 從頂視角來看一下 OK 好 ESBR 這邊稍微 來變一下 目前看起來真的覺得怪怪的 那 我先確定一下出了什麼問題 剛剛 Add variable Add a new 這已經有了 Target channel Transform channel OK 是不是我這裡 這裡沒有設 對 這裡 我們要選Sphere 對 這裡沒有設 所以導致 導致剛剛有問題 如果我這邊選擇 OK 這樣是壓扁的 沒錯 那我剛剛沒有設這個Sphere 所以 它 拉的時候 怪怪的 現在我變成 加1 好 這樣子 OK OK 這樣就有了 所以請注意這個 這個 欄位要設 這個欄位 到底是控制相機 還是控制燈 還是控制你的球 這個欄位要設 好 那這樣子就OK了 你可以看到各個方向的控制都沒有問題 好 所以 要注意幾點要設的 第一個是 你被控制的 這一個屬性 就從這邊按滑鼠的右鍵 去加 加這個 Add single driver 那現在已經有加 driver 所以不能再加 那第二個 就是 要在variable上面做命名 第三個 你用什麼東西來控制 這邊要選 那選好了之後呢 最後 你的運算式 要 要打好 那再來 這一個 控制哪個物件 要設好 那你的運算式改變 這邊其實就會對它造成 應該不小的影響 比如說 我這邊如果不要加1 我加0.5 會怎麼樣 那你就會發現說 OK 它一開始就比較平 只有0.5的寬度 那但是呢 我這樣子的話 它還是會變大變小 那當然你也不只可以用加的 你甚至可以用乘的 對不對 兩倍的這個加0.5 那會怎麼樣呢 它的變化會更快 那如果我用很小 比較小一點 0.2倍的 那它的變化就會比較慢 OK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其他更複雜的關係式 應該是可以 那譬如說 我用平方 OK 4YScale乘2次 再加0.5 那這樣它的變化應該就會變得很快 突然之間就暴增 好 那所以這個運算式應該就是程式設計的那種運算式 那你怎麼弄 它就怎麼變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控制你的球 但是確實用位置去控制 那練習一下這種叫做驅動Driver